第二点就是在这次疫情里面 原来家人病是很影响到员工 他工作的心情和效率 特别是新冠肺炎 会一个小时有机会整家密切接触者 整家都应该会隔离 甚至乎整家一起感染 其他人的情绪可能不好 以前我们去跟人事部谈论 如果你想公司的员工福利好一些 可以提供一些雇员额外的top-up plan 不需要公司给钱的 但是雇员可以用一些优惠的价钱 就可以保障到他的家属 人事部呢 他们就专注如何保护自己的员工 未必会那么前瞻或者有时间 甚至乎要保护到那个顾员的家人 他病不病 怎样陪陪 未必要保护到这样 可能去到很大的corporate 过一千人的公司 那些我见过都有这样的coverage 有给员工可以自己加钱选择 但是如果你说通常 就算过一百人的公司 很多HR都未必觉得 要去到那个保障范围 不过在今次新冠肺炎里面 一个中了新冠肺炎 一个家庭成员 其实就整家都停在那里了 回不到工了 又要等康复 对一间公司的影响都很大 就算当员工自己没事 那么不幸 可能是他的父母中了 因为有很多老人家在老人院中了 也曾经有一排政府医院都不够床位 那么员工因为父母中了COVID-19 他又要迫去医院 又未必看到他 虽然不同住 但是他都要去跟进 那就影响了他的工作的心情 再加上 我们今次疫情都有很多老人家走开 那些老人家走开 所以由政府的火葬 或者很多炼葬的事 似乎都做不及 很打扰 或者很影响员工的心情 究竟他每天人回来 是不是真的靈魂在那里呢 这是其中今次新冠疫情里面 很明显看到 原来家人病 是对那个务员的工作情绪和效率 是有很大影响的 我们作为提供公司福利的公司 我们都会再努力一点 去跟人事经理说 多个option 去给员工 以一个优惠的价钱 去买到 帮他的家人买到一些好的保障 对员工的工作的士气 是有帮助的 这个我觉得 是经历这次COVID-19之后 我觉得有很多例子 我都会去长气一点 跟人事部经理说 令他们明白 因为其实他不用花钱 是员工自己给钱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因为忙 就觉得那一步我也看不到 不需要建议那么多东西 很多时候有些HR 就觉得我顾店 就是自己的员工就可以了 不过我都会多口提议 就是一个选择给顾员 可以帮他家人去买多些保障 不是一个非必要的福利 反而对员工来说 觉得公司是关心 不单止员工 也都关心员工家人的健康 除此之外 在今次疫情里面 不知道大家 都多不多听朋友说 就是说 因为work from home work from home 很多人都是用电脑 在家里就可以做到的工作 明明平时在公司工作 都是朝九晚五 但是work from home 就朝九晚十 甚至有些是朝九晚十二 我也有个客人做会计 他都说以前要上班 每天都朝九晚五 但是work from home 就大件事了 真的由早在家里坐到晚 10点还在按电脑 不停的 好像停不了工作 未有疫情之前 我们就会说 too much to do in too little time 太多要做了 但事情都急 时间又不够 但是今次疫情之后 too long time to work 为什么不能停 从早上九点开始 一边坐 就这样坐到打电脑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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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数 算到晚上十二点 好像还没算完 腰骨都有事 甚至乎骨科 或者物理治疗师 都跟我说 今次疫情里面 很多人是因为坐得太久 其实根件没有移动 经常坐到这个位置 那些筋会拉紧了 很多人都出现问题 就是小腿的肌肉叉了 走路不稳 甚至乎蹲不下 这些都是在疫情 令很多work from home 坐得多的人 就出现了这些病症 健康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困在家里 情绪 有很多心理病 觉得大压力了 为什么一天做十多小时 好像还没做完 感觉到好像很大压力 但他们又不敢不做 因为都要找食 难得在疫情 还有份工有良出 已经是好了 固然其实在心底里 心情是不太好 我们不要理他家人有没有病 只是给他自己 他已经无论是心情压力大 而他自己身心健康 可能都开始出问题 你说作为一个企业团队 我们去见人事部经理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提议他什么呢 在市场上有某一些公司 少接触了大家少沟通 需要宣洩情绪 你说在情绪宣洩里面 有两个做法 第一我们可以加一些 心理医生的顾问服务 例如我们可以跟他 联系一些心理医生 变成如果员工真的觉得 有情绪的问题 你又可以找那个 专用的心理医生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有某些公司 其实他们可以 开一条新的hotline 或者是email 给员工去feedback 给一些意见公司 或者他工作上做得不开心 都可以给他宣洩 让公司的高层 知道他们的想法 因为有时候 我们想得更糟 就是如果员工 想到真的要自杀 我们早点知道 或者有些途径知 其实可能就救回一条人命 是不可以 或者是不可以 是不可以 都可以 是不可以 希望大家留意 是不可以 ?